各位朋友大家好 时间真是过得很快 这个牛年马上就过去了 今天就是大年三十除夕 马上就要迎接虎年了 这里就给各位朋友虎年拜年 祝大家在新的一年里 岁岁平安万事吉祥 按照中国传统的观念 认为这个虎年是个凶年 所以虎年不太好过 所以大家都要注意不要犯凶心 一般认为猪年牛年它是吉年 这些年份往往就是天下太平无事 可是明年这个虎年往往就会有什么事情 所以要提醒大家也多多注意 不要犯凶心 当然这是一个迷信的说法 信不信大家自己去看 今年这个是牛年最后一天 咱们也要回顾一下过去这一年 发生了各种各样的事情 其中让人们印象最深刻的事情之一 就是辱华这件事 美国纽约时报 昨天12月30号发表了海外华人炸记 他的题目是辱华辱的究竟是什么 这篇文章一开头就说 如果说在即将过去的一年里 有什么代表性的关键词 让全球华人都感受到了共振 辱华应该算是其中之一 这个词在这一年里不仅出现得更加频繁 其定义范围似乎也有无限扩展的趋势 长着小眼睛的中国人 最近对这一点可能感触由深 从刚上映的中国本土动画片 《雄狮少年》到休闲临时品牌 三姿松鼠的宣传海报 再到奔驰车的新广告 这些东西就是因为他们的主角 或者是因为模特 他们的眼睛是一个秘密眼 好像对于现在的 不是主流的审美观 就被接二连三 被那些中国的所谓网友批评是 蓄意丑化中国人的形象 叫做辱华 而且各种各样的辱华 也不只是这一件事情 华人模特用筷子吃意大利面 这就是辱华 中国背景的影片中 用白人做主角 这也是辱华 如果外国歌手做错了什么事情 就是辱华 穿错了衣服 这也是辱华 美国的职业篮球队经理也是辱华 很多国际品牌也都辱华 反正外国媒体都是在辱华 华尔街的那些大亨都在辱华 所以辱华这两个词 在中国的社交媒体上 出现的越来越频繁 以至于有网友调侃说 人生有三件事情无法避免 出身 死亡 和辱华 那么为什么最近中国突然各种力量大批的出来搞辱华这个事情呢 原来这背后就是因为习近平有一个新的想法 他要解决中国人的哀骂问题 关于习近平这个新想法呢 我们就看一下外交部副部长他是怎么说的 外交部副部长乐与成说 近代史上 由于我们不能很好的表述自己 别人就把我们描述成黄祸 公雅并赴 直到今天他们还在利用历史上的形成的话语权优势将中国污名化妖魔化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落后就要挨打 贫穷就要挨饿 诗语就要挨骂 现在我们把前两个问题解决了 落后就要挨打 贫穷就要挨饿的问题解决了 必须下决心解决挨骂的问题 也就是说习近平提出一个新说法 毛泽东解决了中国人的挨打问题 邓小平解决了中国人的挨饿问题 他习近平就要解决中国人的挨骂问题 这个想法呢 也就是北京搞战狼外交的起点 就是习近平提出外交部要解决中国人的挨骂问题 那么现在也就是现在中国大搞什么辱华闹剧 背后的根本的政治原因 那所谓辱华字面上就是说呢 他们不尊重我们 他们嘲笑羞辱我们 但问题是辱华这个词是双方向的嘛 首先一个人做的事情要让别人尊重 其次这个人才能得到别人的尊重 如果一个人尽是干那些所谓下三滥的事情啊 那当然不可能得到别人的尊重 而且这个干下三滥事情的人还要抱怨别人不尊重他 还要生别人的气 这就更没有办法让别人尊重 更要成为别人嘲笑的和羞辱的事情 所以北京要想得到外国的尊重 那首先你不要干下三滥的事情 一个干下三滥事情的政府 没有办法得到别人的尊重 那什么叫下三滥的事情呢 我们可以举一个最近的例子 1月26号 著名的战狼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 在他的微博账号还有推特账号上 就发了一条中文和英文的动态 他的配文是呢 20年战争后 美国给阿富汗的孩子带来了什么 并附上四张摄影照片 在这个照片当中啊 穿着这个破烂衣服的男孩呢 正在垃圾堆中翻找被废弃的炮弹和弹壳 作为一个旧金属去贩卖 赵立坚显然想用这些图片呢 来告诉人们说 美国和美军发动的阿富汗战争 给当地人们带来了巨大的苦难 可是呢 这组照片的拍摄者 是一位叙利亚的摄影师 他很快在推特上做出声明 说是赵立坚盗用他的照片 并进行了错误的说明 因为这四张照片并不是拍摄在阿富汗 而是拍摄在叙利亚 他反映的是叙利亚儿童的惨况 这些照片呢 在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网站上可以查到 并且呢 在2021年的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摄影比赛中 还获得了荣誉奖 根据摄影师的说明 这个照片中 这些炮弹和弹壳 是俄罗斯军队留下来的 和美军其实没一毛钱的关系 那么显然 这是赵立坚 就是栽赃啊 本来是俄罗斯的这些炮弹 他栽赃就是美国的炮弹 这就是公然制造假新闻 公然造谣啊 这样子制造假新闻造谣 当然就叫做下三滥的事情 1月28号 赵立坚就把这些相关的贴文 从他的推特微博的账户上删掉了 但是呢 没有做任何的说明 也没有任何的道歉 如果说赵立坚 被用错了这个图片 进行一些道歉的话 还算是有羞辱之心 还能赢得别人一点的尊重 可是赵立坚 作为国家外交部的发言人 公然造谣 而且这个谣言被戳破之后 还没有任何的歉意 如果是一个普通人 你在社交媒体上公然造谣 谣言被戳破之后 还没有任何的歉意 这样的人肯定是要被人们嘲笑的 不可能有人会尊重他们 那么赵立坚这样的做法 他已经是代表 不就是说代表这个国家 不是代表他个人了吗 一个国家的代言人 用这种下三滥的事情 来向世界上说明什么呢 他怎么能得到这个世界上的尊重呢 所以呢 这样的国家被嘲笑了 他们还要埋怨说别人羞辱他们 这是不是自取其辱吗 而且这样做更让人们是笑翻了 前面就说了 习近平给北京的外交部提了一个任务 要他们解决中国这个挨骂的问题 可是呢 习近平一方面又要放任这些所谓的战狼 这些所谓的战狼外交官 以国家的名义在世界上公开的制造假新闻 公开造谣 难道习近平就靠用这种公开的制造假新闻造谣 来解决所谓中国的挨骂问题吗 如果他真是这么想的话 那真是无语了嘛 总而言之嘛 今年一年中国突然掀起一股辱华的热潮 它是个背后的核心的背景 就是习近平有一个新想法 习近平说落后就要挨打 贫穷就要挨饿 施语就要挨骂 那么毛泽东解决了中国人的挨打问题 邓小平解决了中国人的挨饿问题 他习近平要解决中国人的挨骂问题 那么习近平现在下决心 要解决中国人的挨骂问题 这其实就是现在中国一切辱华问题的原点 好 今天先说到这里 非常感谢各位朋友观看我们的频道 希望今后继续得到朋友们的支持和帮助 明天见 明天见